現在是早上6點多 天都還沒亮 天都還沒亮 還要起床 要去忙的夕陽 現在時間 早上6點58 我們終於到馬來西亞了 我們從早上7點出發 然後現在10點3個小時 因為剛剛海關那邊不能錄影 也不能照相 然後這次海關出來之後 會連接到一個mall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走去mall那邊 哇 看起來這裡也有月餅板 在新加坡的月餅真的是有貴到買不下去 但我好想吃喔 然後這個就是在mall裡面了 但有些都還沒開 你看 我們現在要去程序連接 去吃Copy 路上都掛了國旗欸 感覺 是不是快要國慶了 因為之前來還沒掛起來 這個路燈很新 然後很好看的感覺 但他們大概就只有路燈好看 然後其他都 其他東西就比較舊舊的 不知道為什麼他們就是把路燈做得很fancy 可能錢都花在路燈上面 電線桿上面 停了很多的鳥 這還算少 之前看到更多 然後那邊也全部都是 我們到了 然後要去吃那一間 粽子 這是沒有冷 Copy 我嚇到了 我以為摸摸喳喳是冰的 我沒想過有摸摸喳喳是熱的 顛覆了 顛覆了我在 台灣 的一箱 所以我們剛剛還跟他確認 這個是什麼東西 怕什麼 看好了 我有點害怕 它裡面有一些 芋頭 地瓜 然後 還有一些 就是 配料 然後 有椰子味 吃吃看 還不錯欸 還不錯欸 嗯 因為沒有很甜 我原本怕很甜 結果沒有很甜 欸我喜歡欸 但如果是冰的話 應該我會更喜歡 我喜歡 欸這很好吃欸 這個是 娘惹 雞肉 有點燙 有點燙 好燙喔 它是雞肉捲 喔 雞捲 這樣吃就好吃了 有點 辣辣 微辣微辣 有一個特殊的氣味 但是是好吃 這是什麼 人當雞 有蝦皮味的 XV1 X 這是XV1喔 對啊 XV1 你店了 喔 這是 他一個人要吃完的分量 因為我吃不下來 然後 他剛剛還點了一個 辣沙 還沒上來 這個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超好吃的 看到他開心滿多的臉嗎 辣沙 他這樣吃得完嗎 他一個人吃喔 洛克沒有要幫忙 這只是早餐而已 我們等一下要無縫結尾去吃龍的傳人 真的全部吃完了 看他驕傲了耶 好嗎 你要什麼 涼茶 你要什麼涼茶 你在做你要什麼涼茶 你要什麼涼茶 你要什麼涼茶 我第一次 第一次看到真的直接用袋子裝的飲料 然後就這樣子提著 我不知道要說 可愛還是怎麼樣 方便呢 我覺得有點不方便 因為會露出來啊 然後這是涼茶 然後剛剛我不知道怎麼點 然後就被 就被那個老闆媽 他好兇喔 有點 不是很友善的感覺 香嗎 好喝 果然是好喝的 難怪就是好吃的東西 老闆都很有個性 一包三塊錢 也要趕快找好錢 不然老闆也會生氣 好喝 才剛吃完早餐 然後現在 中午12點27分 然後馬上接著吃 龍的傳人 才吃都是晚上來 然後都吃不到這些點心 然後又點了三道 燒美 小黃瓜要來拿 肉糖 這把他破掉了 好像是這家的招牌 正店之寶 他寫的 小黃瓜要來拿 小黃瓜要來拿 它寫的 喔 哇 都破掉了 有 欸 滿滿的 有 一個湯匙欸 超多的 很鮮嗎 喔 你在吃什麼 金雞的食物 好吃嗎 還可以 可能再回新加坡更好吃 喔 都從另外一個mall離開了 剛剛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要叫grab 去castle附近的喝小茶 然後天空那邊很黑 感覺快要下雨了 你剛剛在幹嘛 我在逛街你在幹嘛 我不要 哈哈 哈哈 我們到了 要去吃下午茶點心的時間 這間 招牌是賣起司的 chilicious 因為現在已經下雨了 就在這邊坐一下吧 嗯 我們點了一個 起司蛋糕 然後 玫瑰拿鐵 然後他就點了一個 蠻多奶昔 沒有 蛋糕 冰沙奶昔 然後 冰沙奶昔 好啦 這間店 就是一整個都是白色的色系 哇 開燈了 因為外面太暗了 下雨了 我們可能要在這邊好一陣子 反正我們今天也沒什麼事做 就是一直吃就對了 這個 這個 拿鐵 玫瑰拿鐵的 奶泡真的超好喝 它很綿密 但它蠻甜的 就是 但是我們吃 剛喝完咖啡 然後就到 就是福建的超市 黃黃 然後我弟就叫我幫他買這個 然後後來 我原本以為這是泰國或菲菇 結果後來發現它真的是 Made in Malaysia欸 它竟然是馬來西亞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我都找不到大包的 但我弟很喜歡吃 所以買回去給他 走吧 很帥很帥 最後我們決定來吃這一家 新開業的 它炙燒的那個味道很香 你死了 要去加點 走吃一點 等一下吃不夠多嗎 再吃一下 好久沒有看到野狗 新加坡鏡子有野狗 最大的壞處就是 不好 不好用 它似是漲價 對 然後還有 送給自己在台灣也沒吃過這一間 對 我在台灣也沒吃過這一間 但好吃 認證好吃 很厚 它是雞排很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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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冒煙 你看到嗎 現場 晚餐 要點餐 它又要吃條高達晚餐 就點了兩隆而已 就點了兩隆而已 上一階它還是這間 還是頂太楓 還是頂太楓 還是頂太楓第一 再回到關口 然後在那邊的買個布丁 當最後的時間 很好吃 那邊有個小朋友在看你 回到熟悉的新加坡了 今天 今天 吃 逛 吃 逛 然後回家 然後現在已經十點 八 十點八 然後就這樣 拜拜 拜拜 拜拜